感性熟读西游记的孙悟空 竟派遣天鹏元帅 前往天牢棍打金铲子 神武大帝有令 要是否勇于承认错误 可离天牢 好好好 看来这里没白送 大胆 谁允许你离开的 神武大帝有令 金铲子敢敢在天庭行贿 命天鹏元帅前来 重打八百大棍以示成见 卧槽 你搞区别对待 凭啥别人给钱保平安 我给钱是保挨揍 你金铲子作为灵珊的负责人入狱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还敢行贿 那能不能轻一点 对待老娜的屁屁 你们 你们就算是不能轻一点 也用不着这么狠的吧 正常刑罚 未来师父 我也想轻一点啊 但你没看见杨简这个老六在监督我吗 死师父 不死徒儿 甚好 金铲子 你咬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这就去找观音 让他用三光神水给你治疗 一时之间 天老只剩下金铲子的哀嚎 南天门 如来等人喂救回金铲子 已经等了一夜 魔灵青 你在搞什么飞机 快给我们通报进去啊 佛祖心啊 大圣府朝九晚五 现在还没上班 不过你放心 等到大圣府一上班 我立马就派人去给你通报 让你去灵霄宝殿通报 你说现在任何事情处理 需要先经过大圣府 让你去大圣府通报 你呀又说大圣府下班了 这个王八蛋是不是故意刁难我们 阿米格DJ佛 忍过这一劫 换回金铲子后 我等就将猴头镇压千年 我们三人接下来就任由他处置 也就最后让他装个逼了 呦和 三位佛祖 听天将来报 你们是来自首的 对 之前我们三人有急事 一时间唐突冲出了南天门 此次前来好好地解释一下 承担我们相应的责任 呦和 靠起来 带走 啊 孙小五 你凭什么考我们 天公 锦衣卫 懂 你选的吗 来自 是不是和吃了巴巴一样难受 启动陛下 罪犯如来 燃灯 弥勒佛三人已经带到 嗯 不来 朕之前听孙小五上报 说是你擅闯南天门出去 可有此事 陛下 却有此事 当时我们灵山的孔雀大明王突发重病 我们三人着急回去医治 事出有因 还望陛下恕罪 启奏陛下 如来所言甚是 多亏他们提前赶回灵山 我现在才能吃妈妈香 身体倍儿棒 卧槽 为了脱罪 是嚣张之人 大胆 你怎么跟我们大声讲话的 陛下 佛祖的理由虽然很是离谱 但我们就姑且相信他一下 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擅闯南天门违背天庭 若是我们不能严惩已是三界 那以后岂不是每个擅闯南天门的人 都可以说是家中老母病死 要回家奔丧呢 你踏马的 我是重病 不是嘎了 孙爱卿所言甚是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违背天条 擅闯南天门 是应该处罚一下 但也算是事出有因 可从轻发落 臣提议 众打他们八百大棍 并关入天牢三日 如此处罚虽轻 也能做到警示效果 哦 如来 你们觉得呢 来一次天晴贡献 一次屁股 造孽啊 既然你们默认了 那就依孙爱卿所奏吧 启动陛下 臣觉得 养不教父之过 佛祖三人犯错 那身为佛母的孔雀大明王菩萨 也有管教不言之责 臣死见 孔雀大明王菩萨也与佛祖三人同受八百大棍 以警校友 你瞎呀 我是后妈 不是亲的 你二逼呀 你孙小五是真的不记仇 有仇当场就报了呀 陈副义 大声言之有礼 以前孙小五一个人你们都顶不住 再加上各赵公民副义 你们直接亲妈爆炸算了 陛下 陈与如来只是名义上的 实则并非母子 所以如来三人犯错 他们承担后果即可 这若是再将我拉上受罚 世上怎能有如此荒唐之事 哎呀 我去 妈呀 你这是要与如来断绝母子关系吗 众仙也是一脸不可思议 你孔雀有点东西啊 好家伙 为了不被孙小五揍 好大儿 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 为了不承担后果 居然连现成的儿子都不要了 堂堂佛母 孔雀大明王菩萨 你怎么能够说出来这种话 要不你这样 你把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给我当当 我来陪如来他们授八百大棍 卧槽 这算盘打的 无天在魔界都听到了 人家如来只是想套路你 而你居然想把他收为儿子 你居然想给如来当爹 你真不怕他一屁股做死你 是风日下人心不苦啊 这年头的猴 居然连人儿子都想抢 却大得了 而此时的如来 燃灯 弥勒佛三人气的脸都快绿了 孙小五 休要侮辱我等 你算什么东西 如来 你什么意思 你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孙小五九天玄上神威之勇 救苦救难通五天尊护天 大圣南极神武大帝 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代表的就是陛下 你的意思是在说陛下算什么东西 你好大的狗胆啊 如来 大圣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你们这佛母没有一点担当 我们大圣愿意陪你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你不若把孔仙给撤了 让大圣做个佛父 石猴大明王菩萨 尊上一句附上了 众仙当即 脸色就僵住了 你真不怕如来与你拼命吗 缺大德拉 尊上一句 父上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家人们 宝宝们 想笑憋不住了怎么办 在线的 挺急的 如来的父上是孙小五 而孙小五尊 自己一生救父 所以如来等于自己的 大孙子 我等于如来爷爷 赵公明 你欺人太甚 有种我们现在出天庭单挑 有种出去单挑 看我们今天把泥屎都给打出来 单挑就单挑 谁怕谁 现在就出去打一架 谁总 谁儿子 独独西游记的孙悟空 竟想让如来给他当儿子 我觉得大圣言之有理 你们不若 尊称他一句 佛父 阿米格DJ佛 赵公明 你欺人太甚 有种我们出去单挑 看我把泥屎打出来 谁怕谁 谁总 谁是谁儿子 求得马腿 个人恩怨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讨论的 是孔宣 你还要不要当佛母 不要就让给我 我来代替你承担八百大棍 你呀是想占便宜 想疯了吧 佛母是能随便疯的 合着我今天不挨棍子 你就要把我的好大儿抢走是吧 既然如此 任由你打上八百棍又如何 绝不能让孙小五代替孔宣受罚八百棍 不然明天灵山就莫名其妙多出一个爸爸 孔宣多出一个老公 哦 既然如此 孔宣就与如来三人一同受罚八百大棍 孙爱卿 行行吧 陛下 臣今日有些甚虚 这行刑之人 可由臣的 锦衣卫尖心指挥使赵公明 带我行刑 尼玛 我们刚才还要跟赵公明单挑 现在这不是在唇打我们脸吗 拿面我们乃灵山的佛祖 他赵公明什么档次 也配打我们 玄坛元帅 动手吧 好好的疼爱一下佛祖的屁股 激动的心 叛斗的手 如来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个DJ佛 今天我们都忍 随后将金蝉子就回 就让陛下先消失藏起来 如此我们的计划就成了 阿弥陀佛 善灾善灾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 赵公明 你等等 只要你对我放水 我就把这个送给你 有喝 瑶瑶领先 那么难抢都给你抢到了 还用抢吗 我这是左下角游戏领的 左下角游戏准备了5000台 华为Mate60 Pro和Mate X5 上线声升级颜色配置随便挑 你以为一台华为手机就能贿赂我了 好说 厂商还特意为观看此视频的观众 准备了1万台苹果E5 Pro Max的内部名额 若为保底奖励放链接了 全是1TB 顶配 这怕不是要邀请助力吗 没那么麻烦 就点我左下角这个优先抢的链接 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 新人登陆就送绝版零售和极品红武 连登七天直接获得飞升大礼包 两天三百集不在话下 我这就去领一台 大胆 明目张胆的贿赂行刑事 最佳一等 赵公明 你 你不是人 你 你 轻一点 哎呦 赵公明 做人留一线 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这八百大棍 没必要下如此重的手 赵公明 你 你给我记住 我孔轩跟你没完 赵大哥 加油努力 多打电影羽毛 我就可以做把扇子了 反套路成功 获得定海神珠成衣 啊 你个DJ佛 我两倍打钱要封印助生线 绝不能带灵霄宝殿叫出来 这多宝果然皮操肉厚 那就给你来一个出其不意 你他妈的不讲武德 封住生线事吧 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波混合创打 不愧是如来啊 这屁股开花了 眼睛都不眨一下 陛下 孙小五之前上灵山抓过金蝉子 如今我们已经受罚 那金蝉子应该放吧 哈哈 这波瓜 太下饭了 回味无穷啊 孙爱卿 如今如来 三人已经来自首 也被重打八百大棍以示惩戒 金蝉子是可以放了吧 陛下 金蝉子 不能放 孙小五 这三界现在是陛下的三界 这不是你的三界 你难道连陛下的话 都不听了吗 哎 在你左下角游戏领的华为 Mate X5这么快就发货了 急速链接肯定快了 明天你就能用上新手机了 孙爱卿 金蝉子为何不能放 如来他们事情 虽与金蝉子无关 但金蝉子在坐牢期间 想用五千金单贿赂我 行贿乃是官场大计 必须严惩 卧槽 这怎么闹了半天 竟然还有行贿这么一说 还好我们和他没仇 如来此时 也是看向了观音等人 眼神中交流出 却有此事 吓人诛心啊 如来等人屁股白挨了 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金蝉子的事情还得调查 一时半会儿 确实是不能放了 臭 陛下 若是没什么事了 我就先将如来等人压入天牢了 嗯 去吧 陛下 我既然已经陪同受刑 这官入天牢就没有我了吧 呦 这么说 你又不愿意与如来他们同甘共苦了 好 你若是不愿意 我还是那句话 把佛母之位交出来 我去陪他们住天牢 我来当 闭嘴 我去 都给我带走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